2018国际盛典正在录制中,不少明星都出席了这场活动,几乎演喜攻略和如意传的演员都来到现场,现在仍是最冷的时候,真不晓得为什么每次冬天都有盛大的节目。 不少女性为了好看穿得这么少也是够拼的,起蓝身黑色的抹熊收腰长裙十分凸显气质,不过应该是天气太冷的原因,感觉白月光小姐姐在用意识神经在克制着自己不要抖,心里的独白可能是,我不冷,我不冷,等拍完照就好了,虽然在克制着自己,但还是有点缩着脖子,不过锁骨真的好看。 我们白月光皇后娘娘的小迷妹来了,吴锦岩白色长裙显得纤细飘飘,空气优雅特别简厉,但还是太瘦了,身子太瘦弱,看到全身图一定会觉得吴锦岩真的太娇小,太瘦了,不得不说吴锦岩真的是好瘦小啊,和主持人战役期显得特别瘦瘦,看来要增飞才可以了。 演员娟子也出席了活动,两位令妃娘娘同台,言喜功略与如意转来个大比拼,看来娟子还是过了年轻人爱美的阶段了,条纹身色长大衣配雷巾,甚至连年裤都穿出来了。 看起来知性大方,很有运爱,估计全场运行都羡慕,她能大胆方方穿脸库。 摄氏曼看起来精神面貌都很好,摄氏曼表示,自己第一次走红毯,心情很紧张。 难怪很少看到是施曼出席活动,不过一点都看不出紧张的表现,真不愧是TVB双湿以后见过大场面,能隐藏住自己的表情,露出言喜功略中温柔的微笑。 张俊宁也太好看了吧,黑色类似吊戴长裙,裙子blingbling很耀眼,在口上腰带,完美称托出张俊宁健康的身材。 真不愧是氧气女神,从内而外散发出健康的气质,难怪张俊宁每天都要做运动。 动机状态还是很好,至少没有表现出冷的表现,不过大背头不太适合她,感觉略写苍劳,可能没有精修后吧? 与精修上的图片出点出入,看来TV是有防寒神气了,一点都看不出冷的表现。 跟张俊宁一样选择了深色带亮片的长裙,发型很像小lucky。 估计冬天到了,稀微火锅吃多了,脸上肉肉的,好像成年版的小lucky啊。 胡仙旭和李兰迪这两个小演员站,一起也是很扬眼的,完全就是校园小情侣,两人长得都是幼幼脸。 胡仙旭发型和穿着非常符合她的年龄,长得那么小可爱,穿什么都好看。 李兰迪跟刘子峰年纪相同,都面临着穿衣服的难题,都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衣服,应该还在发育阶段,稍微胖了点。 不过现在这个颜值我很喜欢,不过看青子似乎发烫不止一点啊,颜值还在现,不过身材,希望来年能变回苗条的看青子。 不过皮肤真的白到无话可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